曾經是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內擔任 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的余茂春 日前接受新唐人節目專訪 他指出中共當局自己的言行 促使拜登政府延續特朗普的對中政策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說 中共當局的一些表現 是非常非常令人不恥的 美國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不僅是美國 全世界對中共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說中共現在他們國際上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 而且空前孤立 不管自己面上怎樣貼金都沒用 因為它政府一些對內對外方針 它實際是展現了中共那個政權的本質 這些本質都是非常慷重 非常違反國際準則的 余茂春表示 中共當局自己的言行 令美國政界、社會、金融界、經濟界、 法律界、國防和情報界都對中共有一個全面的新的認識 促使拜登政府決定延續特朗普的對中政策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說 在新疆、在香港 對國內的全天候的監控 還有在疫情方面的一些非常不明智的 甚至非常不誠實的一些表現 它都有啟發性的作用 尤其是對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方面一些做法 更加引起世界的警覺 在台海議題上 余茂春指出 美國雖然採取戰略模糊 但其實有非常清楚的對策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說 戰略模糊不是說美國對台灣沒有一種清晰的政策 美國對台灣這個台海局勢 一個地緣政治 服務方面 它有非常清楚的對付的策略 它只不過是在表達手法上 不願意清晰地說出來 余茂春也表示 美國對台海問題採取戰略模糊 不是一個明智的手法 應該在適當時候 令挑釁者知道 美國清醒的回應 但是它也指出 美國在台灣的問題上 並非完全模糊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顧問余茂春說 我們沒有說 具體你哪一天打 我們幾小時之後 就要到台灣去增援 沒有的 但是 我覺得美國要參與在其中 如果這方面的事情發生的話 這件事是不能夠模糊的 這些是很清楚的 不僅是美國 現在很多美國的盟友 北約也說 和平與安全 在亞太地區 也是他們的一種義務 現在58歲的余茂春 出生於中國安徽 1985年來到美國修讀碩士 博士學位後定居 特朗普上任後 在美國國務院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 擔任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 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 目前 他在哈德遜研究所擔任高級研究員 也都在胡佛研究所擔任客座研究員